好,那最後一個節了,上次錄長了,說得太興奮,尤其是這些民族大義等等,一說就完全停不了,我覺得 吃海鮮都去到這個,這個不是民族大義的層面,實在太厲害了 所以KO是時候養兵千日用了一次,你學會的日文終於可以,因為現在好像是八六字頭,這些已經是Block了 所以麻煩你用八五二的電話,都可以支持一下日本的水餐 乾杯爹,我們可以多吃一點,我認識的朋友的太太都會過去的,她會瘋狂掃貨,她還給錢,很棒 所以到時你就可以跟他們說一下,這些我覺得無謂的爭論,事實擺在眼前 一些科學機構都是偏向比較安全去排出去,都不理會這些實質的事情 雷總也知道我在歐洲這方面,看多了很多不同歷史,或者去到不同的國家都遊覽一下 其實那時候教廷跟加里律明明拿個望遠鏡,就已經看到地心說是不可能的 那些教廷人士都說,我不看,早知道耶穌基督來到耶穌愛世人 那一定是地球,全世界宇宙都圍著地球來轉,我不會看這個望遠鏡 發生了這麼多年,四五百年的事都發生了,現在都是不理科學現實的,沒什麼辦法 我相信雷總是一個大中華派,你未去到郊的位置,當然很愛大中華的事 但有些事做得失望都沒什麼辦法,都要看一看 雷總不知道是不是覺得,施生是有時說不驚人,死不休 有時都說了一些做得可以標題黨的事,這次不是他講話,但也挺慘 因為雷總就成功賺了錢走人,在內地房地產,但施生就走不掉 當然他不是買樓輸錢,或者賺了錢拿不走,而是中華地產在國內都有生意 都是做了經紀服務的行業,很慘,被房地產商拖欠10億佣 因為他是一個平台,可能那些公司又追回施生,我幫你賣了樓 你又不賺錢給我,那想怎樣,但施生又說房地產商又不給我錢,那我又怎麼賺 不知道法律規管是怎樣,那他就說 施生就說中央就要求補交樓,內房就想以防抵債 那他就說有些說話就說,以防抵債 抵債,不好意思,抵債,就是拿一間樓,抵債 你要問問那些公司上不上,因為施生當是賺了一點點,那個平台 但如果那些公司說,我不住那些樓,那些樓是,我太多層樓,不需要樓 那搞不定,不知道怎樣,有些說法就說,施生你也賺了這麼多錢 其實內房差一點點就算了,這些邏輯我覺得真的很搞笑 譬如雷總,你已經上岸了,你老闆跟你說,你已經上岸了 不用給這麼高薪,OK啦 今天每月的工資先維持住 對呀,沒有辦法,明天又打風,少了一個工作日子 不如溝通一天吧,OK啦 這樣都可以的,我覺得真的很搞笑 那些邏輯是,反過來跟他說 地方政府的財政很差,不如中央給一些 我不是說中國,北韓都有中央和地方的散 不如中央給一些地方吧,那就不行了 自己什麼兒子就自己照顧,對不對 我真的覺得那把尺,有時候說話不要這麼良薄 對於你自己影響到你,就說兒子是你自己生的 那你要自己照顧 譬如去到要撕你的錢的時候,就說 你之前也賺了這麼多,虧了一點點 當愛國報,國可以嗎 其實那些邏輯我不太明白 沒有辦法,這個很多年前已經說了 以前香港還是一個叫做法理情的地方 OK,就是法律先走,理性先去感情 國內來說,我一向都是這個情理法的,OK 但是越來越傾向就是香港都開始報國內的一個 就是文化氣息影響,OK 所以國內來說,你有理是不一定對的 講法律的話,就更加是還要走後一點點,OK 先講這個,就是你有沒有這個人情味,有沒有這個愛國之情,OK 你有沒有這個維護國家這個經濟的一個健全性,才出發點 所以就是,你有這樣的情感,情操,你才可以說別的東西 所以每次你都說,都是用這個這樣的次序的話呢 你就不能說了,已經是 沒有辦法,希望你們兩位沒有影響 OK,關於香港市場,這件事應該就關於你們兩位的事多一點 就說,政府就撤退了 其實這條新聞本來不知 是KO在我們的檢查室裡說的 所以我再看得深入一點 政府就撤促進股票市場流動性的專責小組 那唐嘉誠就作為主任,主席 sorry 將短期內就會開會 那這樣也挺搞笑的 因為就是,怎麼說呢 那個,那個,嗯,怎麼說呢 就是那個,那個,那個成員 第一個目標,就是希望可以加強那個流動性 因為就是好像現在每日,你可以看回Bloomberg 究竟每日那個港股,那個成交量是有多少 七八百億左右 七八百億,好像一天,一天在美股Tesla都有七八百億港幣的交易 那就是,美股遠遠地,那個 Market Volume 或者那個深度就是比較強很多 那沒什麼辦法 那,看看就是這個小組的成員 那當然,唐嘉誠就剛才我都說了 今天不止了,今天有1400億左右 可能700億是比較低的時候 偶爾一幾天才有過1000億,到時候已經剩下了很久了 但我覺得挺搞笑的,因為陳文波是我們偉大的財政司司長 他說專責小組匯聚了業界領袖和專業人士 成員包括唐嘉誠和不同人士 第一,不見了KO和雷種,這個已經有問題了 第二,我看到官方成員或不同的私人機構好像沒有什麼外行 例如之前雷種做過的UK,在我們的股票市場都很積極地發展 例如IPO,財政管理,之前更流行的Fixed income等等 其實都做了很多事情,但我看到找到那些人都是本地行 本地的從業員,其實外資都佔我們那個股票市場 有一個很大的份額,為什麼又不問一下外資究竟可以做什麼呢? 我覺得,我看到這個小組成立,不是看到這班成員,一天都高了 我覺得應該,夏年港股應該成交二千億的日軍 這樣就行了,等於最近香港要搞的經濟 就叫商場多開一小時,開到十一點,我覺得成功了 應該是會這樣就多了生意的了 我講一個逐一點的一個比喻 就是剛才KO就說沒有人流 所以商場就多開一、兩個小時,那就多些人流 我看到網上就有一些黃色的比喻 他就說那個男士已經是性功能受障礙了 性服務員就再加中,加長一點 所以難道那個男人的性能力就會恢復回來 就是那個關係是,那個商場開放的時間 是沒有客人就沒有客人的了 就是不會是開場了兩、三個小時 就突然多了很多人來 是不是呢?我覺得 你不要說我們在這裏 你不要說,可能我們又會講中 他可能促進成交的小組 他就說多開一小時 港股五點才收市 或者是午餐休息沒有了 你不要說他可能真的中 應該就是這樣的解決 我覺得是的,因為容易做的 你其他的那些怎麼做呢? 這個你可能真的美股 其實你有什麼市前的交易 或者甚至24小時這樣 我看到好像比較自動化的那些券商就很支持 譬如牛口那些就支持 我說很棒啊 我們電子的嘛 就是用APP去買股票 其實不用有經紀錯的 其實就是24小時 OK的,我們的平台可以什麼 打風都交易 明天就多了千多億 對 發達了 我覺得 我替你KO很辛苦 因為就是 萬一半夜凌晨兩三點 那你美國有些不生性的沽空機構 無端端那時候才出報告 立刻沽空 那你不用擔心 他無論你有沒有五夜開市 他都是那些時間出的 哈哈哈哈 那個時間出 但是那時候港股還沒交易 你也可以有時間準備一下 但是如果港股真的是24小時交易 那那天睡覺的時候跌了20% 那怎麼來得及反應呢? 那真的很尷尬 坦白說 就是不要說我經常倒米 就是我覺得有些事情可以做一下 就是不是開玩笑 其實我一直都說 不太明白為什麼 雷總沒有回答過我 就是為什麼港股一定一手一手地買 就是譬如KO的股票這麼貴這麼好 當然你有拆散過或者交易數量可以少一些 但是 美股是可以一股一股買的 譬如Tesla 這個也是 公佈了要做的 因為A股已經公佈了要做 就是接下來會拆散就是一股一股買 港交數也公佈了 接下來香港也是的了 會拆散一股一股買的 所以我覺得這些是可以做的 因為我不明白為什麼一定要一手 就是一手的概念誰來的呢 為什麼一定要規定別人一手一手地買的呢 其實雷總 就是你由那時候恒生市數100點已經見證了整個指數 那為什麼要這樣一手一手呢 不知道 這個歷史就是 不過我只是對於這個這樣的專責小組 為什麼要促進股票市場流動性 那我覺得香港股市的流動是沒有問題的 OK 沒有什麼特別的受阻的 OK 如果你說 就覺得過去這年來講的話 香港那個交投量太低的話 那你就明正言順了 怎樣去提高香港那個成交量 吸引多些來 那你不如就 就是說 你說到明你想做什麼 問題是 其實現在我覺得呢 這些標題搞到很想引悔 你說這個就是流動性 我經常都說 香港股市場的流動性有什麼問題 這個我都是搞不通 所以我都完全是不太明白 就是這個 明不正言不順的話 就很難搞 其實我幾年前都經常說 其實交易所一個什麼生意 其實是一個市場一個 好像賭場一樣 就是當然你雷總會說 買股票不是賭錢 就是理性投資 但是 其實那個概念有少少像賭場 就是我記得那時候 澳門還沒開放我的牌子的時候 如果你進去蒲京 你穿短褲是進不去的 那個安全會攔住你的 就是未去到打梯那麼囂張 但是其實我那時候 小時候進去蒲京的時候 當然也夠十八歲了 那時候還沒有永利 還沒有金沙那些 嘩 外面那些食招囂張 你不知道 就是瞇一瞇他 他都不讓你進去 那去到現在 譬如 那個澳門就百花齊放 很多不同賭場都有 賭場其實要什麼呢 你買中了就是要 關關真真賠賠給你 那譬如那些規矩是很適合 或者那些遊戲 或者那些遊戲的數目是很多 那我也說過 就是 為什麼 我也不太明白 今天星期一 恆大 去到這麼嚴重的事件 為什麼是可以 就是給他復排 這個我是 就是 在我們的群組 就是兩位人士也沒有回答我 那我也是不明白 就是 為什麼是可以 就是 出了這麼大件事件 都是可以 這樣 還給他交換一隻股票 因為就是 正常來說 給他交換的目標就是 就是 你說對 就是之前那些股東是可以套現 就是顧貨 那 一個交換做到是有買家和買家一起做 才會有交換 股票不會自己無端端有升降 那其實 其實買的那個人 又未必足夠資訊 究竟知道 恆大現在發生了什麼事 有沒有人解釋得到 那怎麼會被別人吹 過去幾年 那如果那個買家 到這一刻都不知道 恆大是發生什麼事的 那我又覺得他真的不抵可憐 我意思是說 當然很糟糕是知道 或者他具憶的債益 但是 究竟現在是一個重組的方案 還有很多資訊的資訊 在裏面 他不是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有很多人對股票的認識 就是說 那恆大由這麼多錢跌到現在 由幾千億幾萬億跌到現在 只有那36億 那是吧 薄一薄他可能賺回10%也有吧 就是 是啊 那這個世界 那你又 那樣東西都要管得那麼足的 我覺得 那些人要死 那他也是有很多方法 死的 你不用恆大復牌的 那你覺得 除了恆大之外 這個香港市場 沒有那些很古古怪怪的東西 什麼大把的古古怪怪的東西 多謝恆大也不多 那但是就是譬如很多規矩 譬如之前雷總也有留言過 就是說 就是 究竟 可能監管機構對於 就是 中國那個風險 究竟是怎樣披露 或者不同的一些政策 那其實 就是 關於那個賭場 究竟是 在那裏公不公平 那些人會不會過來交易的問題 就是 這些當然他不敢去探討 或者都不會去探討 但是 其實都知道的答案 不過就是 大家又有一個官職 可以坐下 每個月又出發一些糧 開會那時候可能有 去米芝蓮的三星裏面 餐廳去開會 吃飯 飲飯 其實都不錯 就是作為一個聯誼的作用 但是開了出來 其實大家都知道什麼事情 最直接就是 當然我覺得 應該要禁制所有香港人 不可以買美股 因為過去這十年 就是 太多人買美股 那如果那些人 那些錢流回來 不要買美股 買港股的話 我覺得 交易是 真的 會好很多 這條橋 我覺得是 可以 因為 美國都制裁得我們多了 如果你現在制裁 所有在香港的 香港人 都不可以買美股的話 那應該 交易就會留在 香港那裏 大家都可以看一看這個方法 這個真是 不錯的方法 OK 這節會早一點收 因為上節我們超過了 政府的財政收入 都是 會有些影響 因為我看到 頭五個月的賣地收入 其實是少了很多 那原因是什麼呢 其實 其實也是一個經濟學 可以解釋得到 那 那 相信就是 政府還是要一個 很高的價錢 才可以賣出地皮 才可以勾到地出來 但是 發線商 包括你們 兩位有投資的誠哥 誠哥覺得 不值這個價錢 我就出一個 低一點的比 那 究竟你覺得是 政府 知道市場 一個 是一個 equilibrium point 多一點 還是 成哥了解 一個 均衡點多一點 那我相信 地產商應該 就比較了解 一個均衡點 在哪裏 多於政府 那所以 這麼多次 拍賣流標 其實我去年 已經開始說 發現了 有些地皮開始流標 那時候 雷仲都說 個別事件 我們要再看看 但是其實 今年已經是很明顯了 就是相信 你那個地價 是開始是 回落著 而地產商都比較 就是 不是很積極的 去賣地 那 可能要等回 政府調低 那個地價 可能才會再回市 那其實都很明顯 那 時間都差不多了 那沒什麼時間 再說 整個政府的收入 和支出 那 還有一句 那都是 就是 叫大家希望 不要低估 這次的颱風 不要 千里少少 去別人家 去打牌 你說隔壁座 都可以的 應該都沒事的 但是你說 尖沙咀 要進去元朗 才打到牌 那就真的不好了 現在有VIRTUAL的 可以 對於麻雀 如果是OK VIRTUAL 就不會 被人投訴 打麻雀槽 一定要脫掉 牌才開心 電子 哎 差很遠 你不是應該 現在有個METAVERSE 但是有METAVERSE 然後開始 解釋得多好 解釋完了 解釋了 開玩笑 希望大家都 小心一點 就是 要 保障大家的安全 那 下個星期 應該是否可以 星期四 做到直播 嗯 應該 嗯 嗯 嗯 我們再 如果沒有意外 的話 我再出個POST 大家 都可以 發問問題 之前你們的 留言 我也是收集了 但今集 不夠時間 等下雷總 今個星期 趁打風去 出不了街 再休息一休息 下個星期 應該星期一 就可以錄一小時 的運購神 給大家 上次 偷懶了 只有23分鐘 不好意思 少了37分鐘 平時可以 明天來個颱風特別版 是啊 還未回復 但是下個星期 就會做回一個小時 37分 補回今個星期的37分鐘 大家拭目以待 雷總會回答大家的問題 哈哈哈哈 那麼早點多點休息 多謝大家 好啦 大家 take care OK 拜拜